把人带到大少爷房间吧 不是结婚吗 就你这身份 还配提结婚 带走 我该让别闻了 一边 她伸的 大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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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幹什麼能毀鬼祟祟的 藏私房錢了是吧 把錢拿來 錢呢藏哪了 在這裡收拾起來 等下白石白就這麼多年 有什麼資格藏私房錢 你手打工賺來 你說說去變得清 是逼 這兩錢都幹什麼呀 幹什麼 起來 信不信我打你 閃閃 你幹嘛欺負姐姐 讓開 給我讓開 沒事吧沒事吧 趕緊起來請來 沒受傷吧 沒事吧 來坐坐坐坐 誰能知道 你是個懂事的孩子啊 但是這點錢 給你叔叔治病 差的太多了 不用寫不用寫 知道知道 我答應過你叔叔 要照顧你 所以給你找了一門親屎 南方 是全家的總裁 全玉璽 保證 保證你嫁過去衣食無憂 媽 為什麼我不 你給我閉嘴 玉璽 南方答應了 財力給一大筆錢呢 你叔叔的病 就有救了 要你說 咱們是救 還是補救 太好 太好了 玉玉 是帶你叔叔謝謝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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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提醒 大少爺各項身體指標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因為長時間沒有運動 所以肌肉有些萎縮了 要不要緊 會不會影響走路啊 這個 就要看大少爺自己的了 謝謝 兒子 你放心 爸爸一定會想辦法 把你的腿治好 爸 我沒事 能醒來就好 對了爸 昨天晚上那個姑娘呢 對了爸 昨天晚上那個姑娘呢 你管她幹什麼 你醒過來 她就算完成任務了 任務 什麼任務 你爸聽說 找一個五官殘缺的處女 能讓你醒過來 你昨天晚上沒有發現她是個啞巴 你們會不會太荒唐了 哎呦 是不是你的主意 哥 我今天才知道這事 爸 我想見她一面 走 走 錢子 他叔叔重病需要錢 錢我會如數給你 以後離群家遠一點 誰呀 莫宇 你沒有和你嬸嬸 還有妹妹她們出去玩嗎 昨天她們說賣了房子出去旅遊了 有錢都不給你叔叔治病 這些人真是 你把我們全家當成搖籤術了嗎 你很貪圖無怨呢你 阿明好 我叔叔沒有拿進你的醫院 我叔叔要被趕出去了 阿明 她在去醫院叫錢 她怎麼進來的 謝謝你救了我叔叔 我想給你打工還錢 不用 那臉親對我來說不算什麼 出去 老闆 她出的地方被她沈沈排掉了 她現在不下課櫃了 阿明 給她安排一個房間 好 我還以為她不會醒過來 誰知道那個小雅巴居然讓她醒了 這老二真是個沒用的東西 姑姑 那我該怎麼辦啊 乙俊 對 對 只要全家的權利掌握在我們手裡就行 你在幹嘛 泡腳會吐進去夜巡環 不用不用出去 我說了不用 你幹嘛 阿明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去倒杯水 小姐 你在干什么 哎呀毛 你这是干什么 玉哥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刚我就在这喝茶等你 然后他就冲上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 玉哥哥 这个是你新请的女佣吗 这么年轻啊 这是我的客人 客人 哦 好 好 我想起来了 她就是姑父给你选的那个女孩吧 哎 你不是把她送走了吗 你来干什么 玉哥哥 我知道你醒过来了 就马上来看你了 那你看到了 不送 玉哥哥 我担心你 没有 送客 白小姐 请 那玉哥哥 我改天再来看你 你大哥车祸的那个赵氏司机 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司机舒适后 没几天就失踪了 失踪了 可能知道自己撞的是全市集团的大公子 怕扛不住压力吧 但愿事实确实如此吧 爸 你什么时候也爱看那些肥皂剧了 哪有那么的阴谋诡计啊 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你不用担心 是白亚王在搞事情 你不用放在心上 啊哟 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全家也没亏待过你 只要你好好辅佐你大哥 全家的富贵少不了你的 就别生出那么多 不该有的心思了 当然了吧 我会好好辅佐大哥的 嗯 谢谢你给我说出这病 我短期内也没法还你钱 所以我想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知道你的腿痊愈 你好 莫远小姐 还知道我吗 我大哥怎么不在啊 你手怎么跑 大哥 大哥 你回来了 大哥 你的腿好点了吗 还吃老样子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关心你的 对了 照你的那个肇事司机 他失踪了你知道吗 咱爸说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 大哥 你觉得他 是被人指使的吗 希望不是吧 好了 看完你 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慢用 不管爸妈对你怎么样 我始终把你当兄弟 说什么的哥 爸妈和你 一直都对我很好啊 走 人找到了 好 再来 越来越好玩了 喂 什么 我们的旅游线路又被人抢新发布了 我大学学的事情是管理专业 之前也定制为旅行社设计过游览路线 我很想帮忙 其实 喂 阿明 老板 你快看新闻啊 对 我老公生病 在住院 全家就要找一个无管有缺陷的女孩 不知道怎么就找到我们家云云了 云云 确实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她是我养大的 全家 有我老公的病 陪险我 我对不起云云 云云姐 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云云 我们不知道你在全家怎么样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我去澄清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不用 我来解决 你也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这次的事情是不是你搞的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管你怎么搞 也不能拿全家的声誉开玩笑 万一让老爷子知道了 这是哪家媒体 我要找他们老板聊一点 好了好了 不跟你说了 你赶紧把自己藏好了 别让人发现了 老板 记者们我都安排在会议室了 人有点多 你能应付得来吗 没事 喂吧 那个女人你自己呢 没有 你为什么还不送走 你看看现在的新闻舆论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把计算交给你 不是让你 我知道该怎么做 走吧 一遍 把计算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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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计算交给你们 encour 这一几十个好玩 也没有骗过 我小时候 来自他们生物 来来人自己的办法 造谣也是 你们快这样做好 希望你们不要忘记 谁让你这么做的 既然你这么做了 就不欠我了 如果你想离开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莫远 去帮我买点糖鸡的糕点 爸 公司的新路线发布会 为什么要延迟 爸 出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 之前明佑做的时候 好好的 为什么你一醒完一接手后 就出现意外 爸 您是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你自己要反思 这是你醒来之后 接手的最重要的业务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你这个总裁 就坐不稳了 我之前坐得稳 我现在一样坐得稳 好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对了 为什么还不把那个女人送走 利略完就扔掉 我做不到 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 是她在帮我们结尾 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 你看她那个婶婶和堂妹 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说不定什么时候 又会发生今天的事 你还是赶紧把她给弄走吧 爸 我真的累了 你别说了好吗 你先回去吧 我的事情我自有打算 阿明 我看你现在翅膀是越来越硬了 这个人是坚决不能留在你身边 你看她那个婶婶和堂妹 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说不定什么时候 又会发生今天的事 你还是赶紧把她弄走吧 如果你想离开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莫云呢 怎么没人做早饭 老板 这是 莫云小姐留下来的 全先生 谢谢你这段时间收留我 还出钱给我说出致病 我以前 以为我是可以照顾你的 可是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我的存在 会给你造成这么多麻烦 是我还偏真 以前 你一直暗示我可以离开 可是我还是死皮脉脸不愿意 想想真的很可想 也谢谢你 一直没有直白地帮我走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我不能留在这里了 说出致病的钱 我以后会赚钱还给你 希望你的腿可以早点好起来 如好 莫云 我什么时候暗示我又赶她走了 这是我的房子 虽然不大 但是你一个人应该够住 放心 我大哥和我爸他们都不知道这里 先住下来吧 再找工作 你为什么要帮我 是你让我大哥醒过来的 我当然要替我大哥报答你了 只是找 是缘分 我在马路上碰见你也是缘分 你就安心在这住宝 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吧 叔叔 您快点醒过来吧 我又找不到人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应该告诉我好不好 我 我照顾你叔叔住的医院找你 看来他对你真的很伤心 老板 莫云小姐平时两天过来一次 算起来今天也会来 我们应该能碰到她 水还是温的 应该刚走没多久 老板 要追吗 她一定是在故意躲着我 就算莫云小姐故意要躲着您 她也不可能知道您突然来找她 会不会是巧合 也许啊 对了 墨家母女找到了吗 没有 自从那次采访事件结束之后就消失了 看来是有人故意找到他们 让他们在记者面前说出那样的话 达成目的之后又把他们藏了起来 老板 您说这件事和车祸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希望不是吧 你知道了 多等会又怎么了呢 说吧 找我来干什么 来感谢你啊 要不是你告诉我墨家母女的下落 我也干不出这些事情来 更没有机会借全叔叔的手 将那个女人赶走了 我以为你让我告诉 是你想帮墨云找家人 虚伪 说吧 找我来到底是干什么 那个女人失踪 全玉玺在找她 哦 失踪了 全玉玺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把她躺起来 所以 这事你还应该感谢我 哎 不知道全玉玺 要是知道你这个好对 在背后这么搞她 会做何感想吗 哦对 也有可能没什么感觉 毕竟 你只是个养子嘛 说得对 难找你的意思 我把墨云的下落告诉她 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 以后给我小心 有人在做饭 老板 是墨云小姐回来了 墨云小姐 我 玉哥哥 白小姐 你回来了 今天我下厨 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姑姑给我的钥匙 她听说你遣散了佣人 阿明一个大男人 又照顾不好你 就让我进来了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出去 玉哥哥 我让你出去 这不知道我哪里不如你个小哑巴 你宁愿让她陪着你 也不想让我陪着你 再说了 她连话都不会说 紧直就是个累赘 你们全都围着她转 你是这样 全没有也是这样 我问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先走了 阿明 去查一个明显的房产 是 金河 这都是你做的 快吃吧 好手艺 做菜都这么好吃 难怪我大哥一直在找你 最近找工作顺利吗 没事 要是找不到 就现在就住着 慢慢找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哥 什么什么意思 我看到云云流落街头 想到他毕竟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所以我就收留他了呗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知道我在找他吗 大哥 你跟云云 闹这种 云云 是云云大哥 好亲手的我 你不要怪他 云云大哥 大哥 这称呼有什么问题吗 跟我回去 我找到你审舍和唐妹了 云云 你帮我跟全家人说说 我们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是有人逼我们 谁逼你 是一个小姐 姓白 她说 我要照这么做了 就再给我们一笔钱 云云 谁谁是为了救你叔叔 才这么干的 姐姐 求求你了 帮我们跟全家去学情吧 我叔叔 也是你们的照顾和付钱 你们拿到的钱 为什么不救了 云云 我们是有苦衷的 之前我们为什么不能花 这些年来我们省事前 用的给你老不死的治病 别人有的衣服帮我报没有 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吊着他呢 他要是早点死了 只要我们大家都轻松了 别跟山下一般的 他不懂事 你 我怕是你他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不就我叫 我们自己和我们再不高兴 你们好 在哪儿找到他 在海城的已经没永远离 既然如此 那就留在海城 永远不会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 这都那么一辈子 你们拯救 GREEN 那白小姐 白矢不是一直想和全市 深度合作吗 那么东南亚那个项目 就交给白市去做 只名让白亚盲网 明白了 and 你 próxima 你的ifice和堂妹 永远不会在这座城市里出现 好了 那过去了 之前你说过 你想靠工作赚钱是吧 来我们公司上班吧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任何的优待 之前听你说过 你是学景区管理的 那么你跟其他员工一样 三个月是用戏 你可以吗 坐吧 以后这就是你公围了 听说 老板直接发话 轰降过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走了什么后门 还有个更离奇的手 听说这个女孩是个哑巴 我们公司什么时候门口这么低 听说这个女孩是个哑巴 我们公司什么时候门口这么低了 莫云是吧 这里是公司新开发的168条旅游路线 你呢 逐一的做一个评估 每一条呢 不要低于一千个字 在明天上午 十点半以前 送到我的办公室 168条 十六七万字 给我一个礼拜 我都写不完呢 总监 她就是那个女的 是她吗 不然你以为呢 像她那种 要学历没学历 要经验没经验的人 怎么可能 通降到我们核心部呢 这不是老板亲自发话了吗 老板他是想报恩 这个没错 但是 他不能把这个 什么都不是的哑巴 安排到我这儿来 总监 你小点声 别让人听见了 我骗大点声 怎么了吗 再说了 咱们这个公司 以后是不是那位大少爷的 还另说呢 他就这么接了呀 对 莫云小姐是不是也没什么经验 十六七万字 别说还要评估后再写 就是单纯的打字 一天也打不完啊 既然他想独立养活自己 那我绝对不会拦着他 然后关键时刻 英雄就买 闭嘴 好 你吓到你吧 做得怎么样了 刚刚 这么快 老板 莫云小姐 吃点东西吧 莫云小姐 您慢慢吃 今天是要通宵的吧 她说的全部都锁完了 啊 老板 一个小时了 要不 小巷就叫进了 开不出去下车 好 一百六十八条 你才给我写了二十条 你就就叫做完了 这些路线 有很多是已经被废弃或重合的 所以我将里面有商业大致的挑选出来 这些事情 你可以 重复的和废弃的 就可以不写了 啊 你这才来两天 就这么投机取巧 我们这个规划部 怕是容不下你的 这份工作量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 如果是合理的工作 我一定能完成 合理 在全市 我说合理就合理 我说不合理 他就不合理 我怎么不知道 这全市改姓陈了 不 不是 陈总监说的没错 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 的确需要重新做评估 陈总监说的没错 这些重复和废弃的路线 的确需要重新做评估 那么就你而做吧 莫云第一天来公司 对公司还不是很舒服 暂时完成不了你的业 你在公司待了这么久 应该没问题吧 全都无 对了 还是按照你规定的一件一样 明天早上就 如果这么点小事 都完成不了的话 我有理由怀疑 你是否能合理安排 员工的工作时间 如果不行的话 明天你也走了 嗯 什么意思 我来公司了 有时间见一面吗 时间过得这么快啊 没想到一转眼 你以前在这工作一个月了 怎么样 还适应吗 听说你刚才第一天 大哥就为你一路红颜 把字号部总监换掉 我开玩笑的 别想了 你现在还住我大哥那里 我大哥从来没有让一个女人 在他家里住过这么久 我现在每天学习按摩附件 给他按摩腿 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别动 有点东西 帮你摘一下 我发工资了 可以还你一部分了 不用 咱够了还点钱 我下午想请假 去看下叔叔 你有你的上司 找我干什么 出去 算你有良性 还没忘了我吧 我犯我爸的东西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爸是不是给过你一条古董项链 很值钱的那个 换给我 不在你呢 不在你那在谁呢 我妈都在家找了 好久都没找到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你爸当初借高利点还不了钱 被人家拿到砍死 我最后白身在我家赖上 借高利点还不了钱 被人家拿到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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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回去吧 好 云云对不起 我只是想安慰你 看什么呢 我大哥吗 我先走了 明天来看你 喂 我冒着这么大风险帮你 你要争气啊 我这几天没去上班 要请假了 医生让我再住两天 可是我想回去上班了 你这几天很忙吗 记得长按摩腿 才能好得快一点 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今天出院 怎么了 以为是我大哥啊 他这几天一直没来看见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开心了就对你好一点 不开心了就理都不理 云云 我每天来看你 你开心吗 那你多看看我 别看我大哥了 我不懂 他那么冷漠无情的一个人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喜欢他 你也喜欢他是吗 你不喜欢他对吗 云云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 云云 云云 跟我在一起 好吗 跟我在一起 所以 你也喜欢我大哥是吗 我先走了 注意身体 你也喜欢我大哥是吗 不 不 滚 来云云 什么时候给我呢 我 我 我 你 無緣 我喜歡你 好 我知道 老闆 白小姐是兩天前跑來的 給我給你這件事 還有事嗎 沒有了呀 老闆 白小姐是兩天前跑來的 剛剛查到的監控也顯示 他下午就潛入進來了 應該是他給你下的藥 給我把他找出品 是 還有事嗎 沒有了呀 墨云 我是真的喜歡你 你也喜歡我 小心就錯過你了 我 行了 现在我还没法公开我们的关系 等我处理完工作的事情以后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对了 现在有很多人盯着你 去住院去 还有啊 那个秘密 帮我保守住啊 以后你就知道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墨云 这又怎么样 不止墨云 可能过不了多久 属于痊愈性的所有东西 都会属于我的 你什么意思啊 开个玩笑 我怎么敢跟我哥争呢 不过你老找墨云的麻烦有什么用啊 我哥他还是不喜欢你 就算轮不到我 也轮不到那个小雅的 我很快晚晚就去开门 好 已经工作了 等一切都结结了 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我想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 想让你给我生意区孩子 还有里面都有什么 二少爷这两天 一直在暗中接触的东门 不过都是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你先休息会吧 还有三天就是多事 可以收我了 他几乎两三天出去一次 最后一次出去 买了蔬菜和水果 还有燕云棒 什么 我分了有点医生的 确实是燕云棒 摩云 你个贱神 怎么不欢迎我啊 怎么不欢迎我啊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已经对于哥哥死心了 与其做敌人还不如做朋友呢 你说是吧 那他专门让我给你带的汤 放心 是于哥哥叫我来的 你想想 他不让我来 我怎么敢来呢 而且他身边靠谱的女性朋友 就只有我这一个了 别再相信了吧 光顾着说话 汤都要凉了 给你尝了啊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汤 船船 真的好喝 真的好喝 我出车祸在床上昏迷了几个月 醒来以后重新接管公司 发现公司变化很大 大少爷 您身体还没恢复好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啊 您昏迷的这几个月 二少爷管控公司 也得心应手 您可以放心了 好喝吗 大口点喝嘛 可营养了 大少爷管理了这么多年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二少爷接管这几个月 那也是踩在他人的基础上 话不能这么说 二少爷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这次新线路的发布会 本来二少爷做的顺顺利利 大少爷一醒 这新线路就被泄露出去了 你说这事闹的 没错 阿佑的确帮了我不少忙 这是应该的大哥 都是为了咱们公司吗 当然 也帮了你们不少忙吗 你女儿宝言的名额 是因为几下去了另一个人对吧 还有你 你在外面养的女人 要告你 也是阿佑帮你摆平 你的儿子在澳门 输钱输了一个亿 也是他帮你摆平 对吧 还有你 可惜我都说了 阿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比你差吗 难道就是因为 我不是全战亲生的吗 阿佑 对你不好吗 你对我的好不过是可怜我而已 我不想被你踩在球底下 大哥 现在得换你来仰视我吗 怎么样 残废的思维好说 像你这种人啊 根本不配坏他的孩子 玉哥哥 这不是可怜我而罢了 像他那种身份的人 怎么会娶你这样的小哑巴呢 哎呦 可真是难受啊 玉哥哥跟我说了 不想看见你了 想让你赶紧消失 我确你好自理之 赶紧滚 大少爷 您身体还没恢复 我看 你还是回家有病吧 对 你还没恢复 你也不想看见你了 我发生了 有心灵有 全玉玺 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 我从来都没有看透过你 你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所以你才看不到 你的腿 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老板的腿就从来没废过 你早就醒了 你是装的 如果不是因为莫云 我会在阿明收集完所有证据以后我才行 更不会允许你做这么多恶痴 我真是没想到 你为了击毁我的身亡 你不惜把公司一手打造的新路线 泄露给对假如此 还有 你所有的证据你都已经收集好了 全玉玺 你是不是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告诉你 阿明 带二少爷去办公室 好的 有些事情 让我们兄弟自己聊 明月 回会吧 你在这儿带着啊 朱华 朱华回来 赶快 原来老板的位子 也没有那么好坐 那你还想做梦 你会给我吗 你曾经会 大哥 你太虚伪了 一面背地的调查我 一面 又在这儿跟我装兄弟情深了 没有 我真的把你当兄弟 无论你是不是全家的血脉 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外人 全家的血脉 全家当初为什么收养我 你知道吗 因为白珍珠你的继母 他生不了孩子 所以他要找一个儿子来跟你争家产 可是无论我做的多好多努力 在全家的心中 他只有你一个儿子 所以白珍珠放弃我 我就像你们全家的一条狗 开心了就混乱抱抱 不开心了就可以随意打我 骂我侮辱我 可是你呢 所有人都爱你 所有人都怕你 所有人都呵顾你 凭什么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当初在孤儿院被接走的时候 我有多开心 我以为马上就要迎来的是 我的新的幸福生活了 可是 我每天夜里都在想 我如果当初就这么死在了孤儿院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 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 所以呢 你愿意把你的截团给我吗 把墨云也给我好吗大哥 所以你补偿我的 好吗 我不愿意 我的孩子 我如果当初就这么死在了孤儿院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受 是我们全家对不起你 所以呢 你愿意把你的截团给我吗 把孤儿院也给我好吗大哥 算你补偿我的 好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把全世界所有人的未来 都交给你这样的人 我愿意 你可真胆 再谈当我也不会想要人的命 你知道了 哎呦 但凡是你做过的坏事 必定会留下痕迹 我承认 我说了 哎呦 我会送你出国 让你在国外度过下半生 我不需要这么委屈 我也不需要你可怜我 全雨昕 我不会受了你的意的 我要自首 没有你一辈子都活在内疚和愧疚之中 哎呦你这是何苦啊 就算我输 我也不会让你赢 是你救了吗 我路过你家门口 发现你运到了 把你送进了医院 谢谢你 医生说 你刚刚流产 身体很虚弱 需不需要我叫你丈夫来 老板 这么急是去见莫云小姐吗 对 为什么知道你话不说得心 叶哥哥 叶哥哥 你的腿 不是让你出国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 叶哥哥 你的腿好了 真是太好了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纠缠你了 放手 我就好好的当你的妹妹 叶哥哥 你看外面有好多记者 我去帮你拦着他们 好吗 叶哥哥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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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轩哥 是您弟弟造成了什么 他已经去自首了 您知道这些是轩总的私事 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好吧 别拍了别拍了行吧 这一点是轩总的 轩总快慢出现 让官方报道好吧 好吧 像他那种身份的人 怎么会娶你这样的小哑含呢 陈总 陈总 啊陈总你别走了 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陈总你的腿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请你回答一下 你不打个愿意 今天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陈总 陈总 陈总之前的事情是你弟弟造成的吗 你证明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陈总 喂吧 马上到我这里来 陈总你回答一下吧 好吧 陈总 说两句吧 陈总 陈总 一会找个地方然后放下来就行 陈总 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就跟你拿来呀 有什么把我扔下 开车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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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 真是白养他一场 你也是 生不出孩子就算了 领养回来一个白眼狼 差点害死我儿子 爸 别说了 你的腿根本就没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 还有 你怎么能允许你弟弟去自首 我们全家的脸往哪放 爸 都这个时候了 您在意的还是您的脸面吗 你说什么 是 爸 阿佑是被领养回来的没错 可是你们有谁真的把他当过家人 当然我也没有 所以他才会恨全家恨我们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别人 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 别动手 爸 我已经不是那个人用你打骂小孩了 你现在握着整个集团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爸 等你冷静下来我们才有吧 我先走了 你走了就别回来 全面有通过律师让我跟你说 他也不知道莫云去了哪里 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他说他虽然恨你 但是他没有理由去伤害莫云 我这个弟弟什么都想跟我找 他还说 让您去问一下白养老 莫云失踪了 失踪了 怎么会失踪啊 你去找过他吗 没有 我怎么敢呢 于哥哥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如果让我知道你去找他做了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放心吧 我绝对不敢 于哥哥 我帮你一起找他吧 出去 老板 莫云小姐的东西都在 但是证件不见了 去找 好 你真的决定就这样跟我一起回美国了 医生说了 你的失与症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 虽然现在已经好转了 但平时还是要多说说话才能恢复 明白吗 啊 啊 我知道了 江总 谢谢你帮我离开这里 到了美国 我会努力工作你 其实你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可我就弄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逼之不及 非要跟我一起回美国 我们这么一走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要 啊 嗯 我 嗯 嗯 嗯 好久不见 莫云 不可能 他不是莫云 他会说话 沈总 好久不见 你可以叫我呆起 或者我的东西 莫云 于哥哥 他 他 他不是莫云 白小姐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对权总 一往轻生 莫云 你去哪儿了 沈总 你当你为什么要走 沈总 请您放开 少卿 我没事 沈总 我们今天来是 辽贵公司收购的事情 不过我看你状态 好像不太适合 我们改日再元 沈总 你们先出去 出去吧 于哥哥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月哥哥 大明 查他住去 还有他在过 这些年的所有资料 好 莫云 怎么会回来呢 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我是不会让你枪手的 好的 是江总 什么事 怎么不接电话了 刚才有试经 我听说你回去 被杨阳要收购全室 这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 我收购全室 不过是我的障眼法 离我们极光线在的实力 根本动不了全室 我只想借眼前这棵大树 去下下我们真正 要收割的那些小树 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 对了 见到那个人了吗 还有别的事吗 怎么 我还不能问问吧 见到了 不过都是聊聊工作 那就好 那你在国内等我 等我这边忙完了 我就去帮你 知道了 好 老板 您和那个权子 开车 你不是有房卡吗 敲什么门啊 怎么是你 房卡 您把房卡给谁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出去 我不 给我出去 我不不出去 就我出去 不出去是吧 我叫人了 喂 前台妈 这里没有人闯进来了 帮我叫保 前台妈 不好意思 那个她是我老婆 我们刚刚吵了一点假 她有一点发火 然后她现在我和好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全宇喜 你到底要干嘛 我就是送个早饭而已 我不需要 那这样 你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我这是走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把房卡给谁了 我才能告诉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说给我了 给我了 全总 你擅闯我们莫总房间 我可以报警的 你可以报警 把房卡信给我 你说什么 云云 跟你开玩笑的 这样 先吃早饭 明天我再来给你送 老板 他刚才叫你寻院 这 你哪是什么关系 不该问的别问 哦 老板 你父母的事太久远了 能够查到的东西不多 哦 知道了 咱们这次 估计在国内 要逗留一段时间 要不先租个房子 你决定就行 这还挺热的 这会不简单 你不要也不要求 你放心吧 我肯定也会要求 你就还想吹 吹 指 把 into 最近拍戏太累了 你看我黑眼圈都中了 小月姐 你拿我什么黑眼圈啊 还是这么漂亮 这你们得比赵 今天 Imagine спд What companies 全大赵第一 cheese 肯定就一不开眼罱 哎 小笑ga 来了 Fernando W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以为全少爷是来找圈小月的 各位来宾 今天的酒会正式开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 极光集团总裁 莫云莫总 有请莫总上台致辞 要不要提你 小月姐 她是个哑巴 不会说话的 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表姐 是枪害的我家的猴子 莫总 我听说您自小就不会说话 这次致辞 要不就我帮您吧 正好之前在剧组的时候 学过一点哑语 各位好 我是莫云 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 这次回国 看到了我们旅游行业如今发展得正好 我非常开心 希望在未来 能够找到一位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让我们的旅游行业发展更上一层 谢谢大家 好 莫总 莫总 敬你一杯 敬你 很高兴 认识您 希望有机会 能跟你们极光合作 是啊是啊 来 喜欢这的话 给您帮你签 好啊 这不是牛奶 我知道你入堂不难受 这是多久 其实你并不想收购全室对吗 这个简单 权总 这里好像不太方便聊公事 行 那我们就聊私事 其实我很想知道当初你为什么会离开我 我当初为什么会离开 你心里不清楚 林游 我到底清楚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不好意思 失陪 林游 爸爸 跟许总约的时间到了 莫珊珊 见了姐姐 连声招呼都不打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都说话了 我也没想到 当初全玉玺让你滚出这个城市 如今你怎么还敢在他眼皮底下活动 是又怎么样 当初你逼得我和我妈走投无路 你现在还想逼死我吗 我逼死你 是谁当初把我当成物品一样卖掉 又是谁 把我换来给叔叔救命的钱拿去花天酒地了 你小时候没少说无容吧 怎么你把这些都忘了 那你现在想要干什么 你爸妈现在在哪里 你问他们干什么 我去探望一下我的叔叔婶婶不可以吗 不需要你假行行 我还有时候先走了 我 我跟你要干什么 告诉你 全日醒不进 不代表我不会追求 那不成 你还敢杀了我 怎么会呢 杀人你会是犯罪的 下周三我有时间 带我去见你妈 下周三我有通告 是吗 如果你以后还能有婚告接的话 最好不要去求 目前只能查到 极光集团最早是一家旅游公司 法人是一个叫江淮的中国籍能人 从两年前开始不断扣资 到今天这个规模 在此之前一直没有莫云小姐的消息 直到江淮退居幕后 才由莫云小姐来担任总裁 老板 江淮今年38岁 未婚 继续找 好 老板 明天早上还有会 要不您先回去准备休息吧 再等会儿 主要是 莫云小姐不知道要应酬到几点 您 我说了 我就想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待会儿不行吗 嗯 莫总 嗯 慢点 莫总 莫总你慢点 慢点 莫总 莫总 啊 你 走吧 你干什么呀 哎 走 莫总 莫总 走吧走吧 莫总 别笑了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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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不了就还喝那么多 听话听话听话 一会儿少喝点就知道 嗯 嗯 那个 你醒了 接着睡 我先走了 我好想你 我本来 想忘了你 可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想你 为什么你这么坏 我还是没有办法 放下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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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生 你嘴巴怎么那么红啊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小心点睡着了 房卡给我报吧 全血 我报警了 报 报 报警之前 先过家过救护车 拿房卡 拿到我 假的假的 一定是做梦 老板 您没事吧 你不是有房卡吗 敲什么门 我房卡被全血抢走了 什么 他让他的助理缠住我 然后把您坐回房间 等我追上的时候 他已经出来了 还抢走我的房卡 老板 他 没对你做什么吧 没有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那您先起诉 我去给您 拿走点 走 我是来送新酒汤的 你不是拿房卡了吗 怎么还抢门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以后直接进来了 够出车 昨天晚上怎么喝了那么多酒 都痛不痛 我有助理 不用你 那也不及多个助理 全玉兴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来 我告诉你 我要追你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你是不是都不想回去了 你瞎说什么呢 啊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全总 全市集团的总裁 姓慧 江总 建议大名 全总 我们的合作 晚点我约你时间 少庆 江总刚回来 去给江总开建房 江总 媛媛 待会我们一起吃早饭 媛媛 醒酒汤 记得喝 请问我 好 好 陈总 工作的事都追到酒店来谈了 我和莫云之间 可不止有工作要谈 我不管你们以前有多少交集 莫云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 更是我的好朋友 如今跟贵公司还有生意往来 还请陈总适当回避 我和莫云之间 没什么好回避的 倒是你 不管是工作伙伴 还是好朋友 请你记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要抱有其他幻想 张总 房间已经定好了 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 小月姐 生什么气啊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怎么可能 上次的事是我没想到 都要不了十几年的人 居然会说话了 小月姐 我是真心向着你的 你要相信我 你现在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这个事都过去了 怎么算过去了 你不是还没拿下 全总的心吗 你什么意思 其实全总现在身边 一直都没有女人 只要你一直想办法 留在全总的身边 他一定会注意到你 有其小月姐 像你这样美丽 又善解人意的人 全总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可是 全总现在身边 有莫云那个女人 如果她不离开 全总怎么可能会注意到 身边还有你 这样关心她的人呢 那你说该怎么办 她不是从美国回来的吗 那就让她回美国去 不要在中国 这样不就一劳永逸了 小月姐 我有个感想 他们退房了 是的 今天一早他们就退房了 那那个 你知道他们退房以后 去哪了吗 这个客人的私人行程 我们就不知道了 老板 莫云小姐的助理说 他们已经找好住住了 还说 还说什么快说 说希望我们出了公事 其他都不要再打扰她了 这个一个人吗 不好意思 哦 那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我走 哎 老板 那就这样 老板 他怎么住这间 自从您离开了以后 老板就住进这个房间里了 房间里的摆设 从来不让人动 老板 我们已经把全总送回来了 就先回去吧 阿明一个人也照顾得了 我 别走 别走 你 你照顾 莫云小姐 您先帮我看一下全总 莫云区挺直 兄弟我听你 车听得不错 我干什么呀 我好想你 我想和你结婚 送个孩子 这好多好多孩子 你怎么可能会想跟我有孩子 直走 阿明 你小一跳 老板 你醒了 最近回头会太多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您还记得吗 昨天晚上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是做了什么吗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您还记得吗 昨天晚上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是做了什么吗 我们 老板你先清清酒 我再跟你说 我疯了 我没做什么呀 老板 这么快就清酒了 说正事 昨天晚上 莫云小姐跟我一起把您送回来的 然后呢 您真不记得了 快说 好好说 昨天晚上您在酒吧断片以后 我就跟莫云小姐一起把您送回来了 然后我还特意提醒了莫云小姐 房间的摆设一直保留 算你聪明 然后呢 后来我把她助理那个电灯泡给拉走吧 让莫云小姐单独跟您待在一起 不过 莫云小姐好像没多久就出来了 好像还哭过的样子 哭过 坏了 是不是我昨天喝多了 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把她惹哭了 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去哪问 我昨天套到了她现在的住址 我明 不对 我今天给你加薪 老板 早饭 吃什么早饭 换衣服赶紧走 老板 我还没吃呢 老板 莫总 找到沐山上了吗 她躲起来了 通告也不参加 不知道躲到哪里了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时 她会出来的 当年那些给您父母放高利贷的人 除了判刑的 其他都销声匿迹了 再找吧 毕竟都过去十几年了 确实很难查 那几个老家伙 最近真这么反常 是的 自从极光集团放风收购全室以来 他们都开始暗中接触极光那边了 收购全室 他小的妹 再说 收购全室 跟我们白事有什么关系 那几个老家伙 还真信 一个小丫头 能收购到这么大的一个全室集团 算了 你再定情点 好的 所以你是想先放出收购全室的消息 让白事掉以轻心 声东击西 没错 不愧是你啊 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我好像听说 你跟白事那个白亚盟 有点远 有 不过收购白事是我们的需求 因为我个人的姿势是无关的 就算有 我也会支持你 谢了 我们俩还跟我说这个 那个全运袭 对你追得挺紧的 江总 您放心 我绝不会让自己的私事影响工作的 没想到啊 他还有这样的律师 这件事是从薛小月那知道的 他想偷偷把这个料给爆出来 被我给接下来了 不错 帮他们一把 没问题 墨云啊墨云 当年我能把你赶走 现在也能 老板 你看 老板 你先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 查 给我去查到底是谁发的 好 我马上去查 轩总 你不能进来 轩总 云云 我看到醒了 这是我的事 不劳你所寻 云云 我们什么时候疯了彼此 云云 在这个城市里只有我能帮你 不管你对我误会有多事 让我帮你一次好吗 好 继续查 老板 莫云小姐 信息和资料是昨天晚上有人匿名发到了一个云云的邮箱里 并且附上了一些当年的新闻 云云为了营造热点 今天早上立刻就发出来 云云 我知道是谁做的了 云云 你家的事情 知道的人不多吧 云云 我知道是谁做的了 云云 你家的事情 知道的人不多吧 外人知道的不多 除了我的叔叔婶婶 还有 还有你那个混娱乐圈的表妹 莫婶婶 婶婶 你的房子真的动笑吗 小月姐你放心 你看莫云现在以往的身份被怀疑 上位之路又不清不楚的 现在网友还能让她继续留在国内生活 就算她想留在国内 娱乐也得让她走 婶婶你可真从 那 小月姐 上次说的那部戏 放心 我下周就带你提前导演 谢谢小月姐 莫小姐 麻烦给我走一趟 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不是让你滚出这个城市吗 全总 就算是惩罚的话 这三件惩罚已经够了 我只是小混口饭吃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是你把那些消息 透露给媒体的 什么消息 哦 你说你父母先高雷带被砍死那事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做了还怕别人说呀 我再问你了 是不是你 把那些消息 透露给媒体的 当然不是我 你有证据吗 不是你还会有谁 就算是我做的 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做的吗 难道说 你还想对我用私刑 老板 查到了 给记者爆料的是一个猛灭人 因为线下交易 所以查不到什么痕迹 但是我们根据监控 查到了爆料者的车牌号 是薛小月的车 那请他过来 好 两个废物 这点事都做不好 还得让我亲自动手 他要害我 我能理解 你是为什么 是莫莎莎 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他跟我说 把你赶走了 我就有机会 和全总在一起了 你的风流战 你自己解决 什么我的风流战 我都不认识他 你这个人啊 蠢就算了 你心里的 你心肠还不好 你这样的人 怎么配出现在大众的事业 从今以后 你不要做明星了 还有你 你以为做的事 没有人查得出来吗 你在网上真实的IP 已经查到的 这就是你要的证据 阿明 起诉吧 恶意诽谤 新闻错大点 陈总 别了 姐姐 帮我姐姐 我真的错了 帮我去去 陈总 阿姐姐 阿明 放心吧 我们把新闻撤下来 是没法个证明 发证明有用吗 证明我父母 不是自于高丽怠默 人都没了 我还能去找谁求证呢 老板 十八年前 也就是您父母出世那年 他们其实是被追战时 意外坠楼死亡 并不是莫叉叉说的 被砍死的 当年他们死后 警察把那帮人给抓住了 但是那笔钱再也没有找到 而且他们名下 也没有其他任何财产 那这笔钱到底去哪了呢 我今天在查 您叔叔的下落的时候 发现他正好在十八年前 做生意亏损了几百万 而在这之前 他并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 所以 姐姐那其实是我叔叔 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 当务之急 是找到您叔叔 看来 还是要找他帮忙 沐山山和薛小月 已经被起诉了 你也看到新闻了吧 在他们被起诉之后 我就一直在调查 您叔叔和婶婶的下落 但是一直查不到 所以我才怀疑 应该是有人 故意把他们藏了起来 我才刚回来多久 已经有不少人 等着对付我了 我会保护你的 我可以保护我自己 等一下 沐云小姐 找到你审舍 沐山山的新闻 发出来没多久 就有个女人 在公司楼下闹事 说她女儿是大明星 被陷害了 然后被我们的人发现 去给带回了 沐云 怎么是你 是你的人 把我骗过来的 你想干什么 是不是你陷害莎莎 我叔叔在哪儿 在家养着呢 不能随便出门 为什么要把她藏起来 谁藏了 我怎么可能 是 那好 带我去见她 不行 万一把她气病了 带我去见她 或者让你女儿坐牢 你自己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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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回来了 是 你可以讲话了 芸芸 这几年 你都上哪儿去了 我醒来之后 就见不到你了 你婶儿 你妹妹 说你嫁到国外去了 是真的吗 叔叔 我想知道 我父母当年 为什么会借那笔钱 当年我做生意 亏了好几百万 我要不是亏了几百万 你父母的债 我就可以帮忙还上了 我想知道 我父母当年 为什么会死 他们为什么会借那笔钱 我大哥 就是你爸 他当年看我做生意 赚了点钱 他也想做生意嘛 所以就借了那笔钱 谁知道 全亏了 怎么可能 我不行 这是事实吗 芸芸 没事啊 我去好长时间了 不要再纠结了 我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莫总 你怎么了 我送清晓 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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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总 你还没走 我要等她醒过来 我们在这儿等就好 不老全总非醒了 莫云是我的爱人 江淮 你不要妄想 三年前你错过了她 现在请你不要再纠缠她了 两位老板 莫总还没醒呢 莫云 行了 我没有哪里不舒服 芸芸 你施育症犯了吗 什么叫诱犯了 她自小就不会说话 那是因为受了刺激 患上施育症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变好了 如果现在再受到刺激的话 她还会犯 莫云 是不是你叔叔 爸 你千万不要说那钱是你借她 这是为什么呀 莫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姑娘了 她现在很可怕很厉害的 如果 如果她要是知道的话 她一定会加倍报复我们的吧 我不想失去现在的工作 你一定不要承认啊 爸 我答应你 好 莫云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是一句又犯了 又犯了 她 她是 又不能讲话了 她 她 她是 又不能讲话了 我今天 就是跟她家 她父母当年做生意 借高利贷的事 莫先生 她父母当年 真的是为了做生意而借了高利贷吗 你这么问什么意思 那我问你 您当年做生意的钱能来的 是 是找朋友借的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要是不承认 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三年前你窝冰在床 当您的女儿还有妻子抛弃你的时候 是莫云一个人为了你 想尽办法再筹钱 现在她好不容易能说话了 全因为这是再次事与 外界对她父母的事情 如此的恶意揣测 莫先生 但凡你对她 还有一丝丝的感情 请你说出真相 听说你是 极光集团总裁莫云的叔叔 您要曝光他 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您要曝光他什么呢 我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 我爸军神有点问题 你们就别了 他叫他爸 快坐呀 你别推我 我想说 我想说对不起 莫云 更对不起 他们全家 当年我为了做生意 让莫云的爸爸 给我借了一笔高利贷 我以为我不会亏 我以为我会赚 真的 我以为我会赚一笔 没想到 全部赔了 高利贷来追债 我不敢出 更没想到 害死了莫云的父母 我有罪 我真的有罪 爸 你们不要再拍了 别拍了 别拍了 不要再录了 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不要再拍了 莫云 是莫云来了 快拍 莫云 叔叔 真的对不起你 叔叔更不应该瞒着你 这么长时间 我可以用命陪你 不要难为珊珊 叔叔求求你了 叔叔 谢谢你让我长大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替我父母原谅 你有什么资格选择我们 要不是我们 你怎么都还没恶死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 我就不会失去父母 不会寄人理想 不会当个哑巴十几年 不会被人当物品一样卖掉 不会承受那些我本不该承受的痛苦 我宁愿你是叔叔的女儿 不会把你承择 但是 从小物陷我欺负我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做演员 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公众面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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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哭就哭出来了 别忍着 没什么可哭的 啊 啊 只可惜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才能还我父母一个亲户 莫远 你父母一定是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 而不是冲满这仇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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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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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全市集团的投资 但也没能挽回 一直亏损的局势 而卖给极光集团 是你们最好的取资 我告诉你 就算我们白家破产 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白总好气度 你不害怕破产 那其他董事呢 要不请他们一起来开个会 莫云 你是来报复我的吧 报复 有必要吗 白亚萌我是来帮你 被极光收购 你还可以拿到一笔钱 不然以后真的破产 你可能就要流落街头 你以为你胜算很大吗 我们背后还有全市 你休想跟我们白家 倒是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爬上今天的位置 但是 下个人永远都比想 爬到我头上了 走在这种地方 你得很小心 因为草都长到大腿的高度 哈喽 说过的事谈得怎么样了 还算顺利 不过还得再谈一次 那这个次收购的事谈完 我们就一起回美国吧 再说吧 我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可以请个职业代理人 不用自己承受的 在意吧 你不会是舍不得走了吧 这毕竟是我长大的地方 肯定会有舍不得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走 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姜怀 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我也希望你能早点找个女朋友 有点紧 好 我知道了 少庆 你跟了莫总多久 两年了 不短了 你是知道 当年我跟莫云怎么把机构 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但是现在看来 那个全玉玺 打了那我们计划 影响了公司的发展 断了莫云的心 对莫云影响很大 我和莫云是战友 我对她的感情你是知道的 你会帮我的 对吗 你要多去她助理那套货 我这没什么事 你不用来也行 知道了老板 对了 莫总现在应该又去白石集团了 白总 我们的收购条件就是这样 我相信没有人比我们出更高的价格了 另外 这份报价我已经发给了贵公司的所有股东 他们没有一切 你们都先出去吧 我想跟莫总单独调几句 莫云 你现在还真是让我感到意外 没想到被亲人背叛 还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你了 怎么 是不是很奇怪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他们就是我躺起来的 我就是想让你永远以为 你的父母死得那么难堪 不然 你怎么会痛恨一辈子呢 你抢走了我的玉哥哥 还想抢走我的公司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 莫云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云喜在一起 你难道忘了三年前的那个孩子吗 莫云 你想想那个死去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云喜在一起 你想想那个死去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心爱的和全云喜在一起 瑞哥哥 什么孩子 你骗了我 你骗我喝下多台药 骗我是全云喜不想留下这个孩子 是你 是你杀了我的孩子 是 我是骗了你 他是不知道你怀了这个孩子 要是知道了他就一定会娶你 但是我守了他这么多年 是你什么最多是你 我不开心 所以说三年前我没有一个孩子 岳哥哥你听我说 滚 莫云 所以说三年前你不辞而别 是因为你怀孕了 以为我不知道有孩子对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莫云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你这次回来不用这么冷的 也是因为这个对吗 我不知道 既然你现在知道了 我也是为无限的 那你还愿意 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没关系 那么行 我可以的 施少卿 你干嘛去了 有点事 接了个电话 老板 你们俩 我累了 我要回去休息 行 你先回去休息吧 送一下 他在哪 约哥哥 约哥哥 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么做的 约哥哥我真的爱你 你相信我 白阳梦 因为你的自责 你们白家将付出严重的代价 我已经将你们偷税漏税的证据 交到了司法机关 很快你就知道该去哪里送座 约哥哥 对不起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求你原来我好吗 我再也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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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了 阿明 那个 莫总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少青 你最近怎么了 你刚刚差点闯红灯 对不起 我看你最近魂不守舍的 对不起老板 是 昨晚没睡好 晚上不睡 谈恋爱了 没有 我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是觉得工作太忙了是吧 不是 老板 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 等这几天忙完了 给你放个长假 老板 你不会是要开落吧 你想什么呢 我是想 如果我不回美国的话 以后就留在国内 处理国内的遗物 你要是想回美国就回去 不想回的话 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跟着我 我怎么又梦见呢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对那个助理那么放心 要是房卡全都给他 你把手机怎么了 我还能干什么呀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也知道是法治社会 那你还擅闯明察 我是怕你跟上次那样 不辞而别 那这样 你帮我抓起来 出去 我要换衣服 我不 换男人出去 又不是没看过 吃早饭 这些都是你做的 买的 给你包给去带 烧天了 跟阿明在一块吧 安静待会吧 当度假了 多好 吃饱了吗 那昨天晚上睡好不好 还行吧 那 能不能聊一聊 我们的事啊 什么 就是 我们能不能重 重新在一起 对不起 知道你我太蠢 听信了白亚蒙的话 什么都没问清楚 就逃走了 害你之前一直蒙在鼓里 你终于知道你把我害过了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他有多辛苦 知不知道 我错了 不行 不能这么快就原谅你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别管了 江总 听说白氏已经破产清算了 你什么时候跟我回美国 她不回去了 云云 你不回去了吗 对不起 我不打算回美国了 以后我就负责在国内处理国内的演务 好吗 好吗 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我把他找你看 你知不知道 那个人喜欢你 我知道 你知道 但我又不喜欢他 我只是把他当成好朋友 好朋友 哪有朋友这么亲密的 关你什么事 当然关我事了 你自己答应过我的 答应你什么了 就在这你自己说的 你请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 说 让我上去看 我想到了 你要跟我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我没有说 你怎么说话 不说话呢你 看我是不是 让我 送他 你干什么 还有心情在这喝酒啊 喜欢的人跟别人跑了吧 白亚蒙 你们白家偷睡漏睡 你还没被抓进去 那是因为我父母 替我顶了罪 我才能苟且偷生 苟且偷生 跑来找我干什么 我知道你喜欢莫云 干到他被别人抢走 心里不好受吧 这你都知道 当初调查他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了 本以为你可以把他抢走 没想到最后 你还是让他们在一起 如果三年前 先认识他的事故 就不会是 紧紧这个局面 现在也有办法 只要让莫云给你回美国 不让他们见面 自然可以阻止他们 就情复燃 即使莫云跟我回了美国 全雨昕也不会爱上你 她可以不爱我 但她不可以爱上莫云 莫云 你老板人呢 她跟姜总走了 跟姜总走了 去哪了 她电话一直关机 她 到底去哪了 莫云 你行吧 姜总 你把我迷运了 你要对我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这些年怎么对你的 难道你心里不知道吗 姜总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是我只把你当成好吗 好哥哥 我对你没有那种感情 沉总 沉总 姜总在这儿 还有一处房产 姜桓 我真的很谢谢你 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如果没有你 我不会那么快 从痛苦中走出来 你姐去了美国 还创办了极光 但我心里爱的人 一直只有权欲心 小云 我不喜欢这里 你们一起离开这里 我们回美国好不好 我不会跟你回美国的 我要留在这里 那极光呢 她可是你的心血 极光是我们一起创办的 我会让出所有的部分 为了那个男人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 这一次我不想再失去了 曾怀以后你也会遇到一个爱你真心的人 但那个人不是我 莫远 莫远 你不要离开我 莫远 我求求你莫远 你不要离开我 莫远 没机会에서 慢点住手 江嬛 晚点 我会把古城堂都输给你 极光不仅是我的心血 也是你的心意 好好珍惜他 快去吧 洛宇 我要杀了你 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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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停车 走 我要杀了你 洛宇 你别难过 都是我的错 小总 自受 我在呢 小总 我在呢 如果 现实是你的是我 好好 小总 我不求 时隔18年的借贷夫妻被杀案的真相水落石出 当年的媒体报道以为二人的名誉平反 而是现其中的极光集团总裁莫云已先不卸任 由董事长江淮暂待集团应务 据悉 全市集团总裁全玉玺已向莫云求婚 全市淡婚行业正道 你快点啊 怎么天天上班迟到啊 现在助理都敢催老板了呀 再过去你又自己走吧 好了老婆 看吧 我们老板比你那个什么姜总好多了吧 这都过去多久了 还说 还不让人说 你们还不过去开车 想被开除吗 嗯 哼 动听你的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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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